好 其实在台湾也有民众自发来到自由广场 同样在5点57分同步撑伞相挺 曾经居住在香港的时事评论员林宝华夫妇表示 港府对学生多次祭出暴力与胡椒喷雾 只会激起更多正义支持 我们来看到稍早自由广场的情况 那在哪一个地方那个警察好像使用暴力了 马上那个地方这个群众的市民就会聚聚起来 所以在政府也就不敢用这种暴力手段 因为暴力手段马上这个大概几千几万人都会出来 所以他们想不想用拖的办法 但是老实说拖的办法也不是办法了 有多位民众在自由广场撑伞末站87秒来回应9月28号 香港防暴警察释放87例催泪弹 也纪念香港争取普选的运动坚守了一个月 他们要告诉港人你们并不孤单 也警惕台湾民众要警惕中共的民主威胁